你相信人偶会有灵魂吗 据说运偶者如果对人偶倾注了太多的感情 那这个人偶就会运有灵性 有一种人偶师便是以制作出有灵性的人偶而闻名 但这样的人偶师太过欣赏 几乎没人知道 但在这个人偶艺术馆里 恰巧就有这么一位人偶师 这天小美收到艺术馆的邀请去做人偶模特 路上她还遇见了徒步前往艺术馆的阿胜 小美好心地载了对方一程 一下车 约好的摄影师就冲了上来 热情地给小美拍了张照片 随着小美的到来 艺术馆邀请的所有模特也都到了 还有两个人 一个是热情活泼的学生妹 另一个是始终抱着人偶的小雪 既然很快和馆长见了面 一番自我介绍后 馆长突然看向阿胜 阿胜连忙解释 自己是莫名而来的 馆长也不好直接感人 只能先带着他们参观了艺术馆 馆里摆满了人偶 让人叹为观止 而制作这些的人偶师 很快也出现在众人眼前 馆长连忙把阿胜的事情告诉他 于是阿胜也成为了人偶模特 拍摄要在午后开始 馆长给大家安排了休息的时间 作为人偶艺术馆 里面充斥着不少人偶元素 例如人偶镜子 人偶吊灯 还有人偶马桶 简直是半夜吓唬人的利器 因为手机没有信号 小美只好去找小雪聊天 看着小雪怀里的人偶 小美想起今以前 似乎也有个类似的玩偶 不过后来扔掉了 连她长什么样都忘记了 下午大家开始拍照 可奇怪的一幕出现了 小雪拍照的时候 突然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看她模样像是听到了人偶的声音 还抓着她的人偶哭诉 很快小雪就直接晕了过去 大家连忙把人移到沙发上 却没人发现 一旁的人偶师画了幅画 画里的小雪正吐着舌头上吊自己 而阿胜则趁混乱的时候走出了大厅 溜进馆长办公室 像是在寻找什么 结果还没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馆长就已经回来了 阿胜只好躲在柜子里 却不想看到了更可怕的事情 就在阿胜差点被身旁的玩偶 吓到自闭的时候 馆长发现了它 阿胜只能尴尬地表示 自己是来接电话的 毕竟手机没有信号 馆长似乎并不相信 但却没有过多为难阿胜 只警告了一句 等阿胜走后 馆长来到了地下室 没想到这里还关着个男人 双手被铁链靠住 另一边 因为小雪的事情拍摄中断 大家纷纷离开 小美看小雪的人偶掉在地上 就主动帮她捡了起来 似乎小美也来到外面散心 正遇上住在这附近的女孩美娜 她热情走上前打招呼 而美娜的反应却很紧张 而且一看到有其他人过来 美娜立刻就跑了 这是人偶师表示 想和小美谈谈 阿小美也在人偶师的办公室里 看到了一个和美娜很像的人偶 人偶师一听就知道 小美和美娜见过面 立即感叹道 让阿小美却有些懵 因为她之前根本就不认识美娜 等小美离开后 美娜从角落里走了出来 似乎因为小美的话而感到悲伤 与此同时 小美突然受到了小雪的攻击 原来她的人偶不知怎么被毁掉了 而且眼珠和脑袋都分扎了 据说只要把人偶的眼珠挖出来 脑袋砍掉 就能杀死一个有灵性的人偶 而现场正好有小美的东西 她的嫌疑最大 小美当然不愿承认 她跑回房间 却发现屋里的东西都被翻乱了 喜爱有人进来过 因为这时 小雪吃的晚饭都没吃 抱着人偶待在宿舍衣帽 这时房间里的灯 诡异地闪烁起来 等学生没来送晚餐的时候 就发现小雪已经吊死在屋内 死状和人偶师画得一模一样 另一边 小美看到美娜不知为何站在屋外 她好心地上前询问 却发现美娜双手都是血 一边哭着说你为什么不认我 一边朝树林里跑去 小美赶紧追上去 结果跑进树林后脚一滑 直接摔晕了 因为小雪的事情 馆长迅速报了警 除了不知道去哪儿的小美 所有人都在等待救援 但学生没实在忍不住 只好拉着摄影师去了趟厕所 可刚解决完人生大事 意外就如期而至 外面的摄影师感觉厕所都没动静了 拿起摄像机往里面拍了张照片 还没来得及看拍到了什么 厕所里的学生妹就发出了挣扎的声音 摄影师赶紧把门打开 就见学生妹已经凉了 摄影师被这一幕吓到 想也没想就跑出艺术馆准备离开 阿胜站在窗口看到这一幕 以为摄影师做了亏心事 连忙追了上来 可惜摄影师在开车途中一头撞上土坡 等阿胜赶到时已经晚了 阿胜又马不停蹄地跑到厕所 看见学生妹凄惨的死状 还在地上发现了摄影师拍的照片 照片里伤了学生妹的凶手 赫然是小美 然而此时的小美刚刚醒来 她突然想起了什么 赶紧回艺术馆打电话 问妈妈自己小时候玩过的人偶玩具 叫什么名字 而答案和小美想的一样 她小时候的人偶正是美娜 刚开始小美非常喜欢这只人偶 可不久之后 小美就玩腻了 毫不犹豫地把美娜扔掉 这时美娜来到了小美身后 本以为是温馨的相认场面 可小美脸上只有恐惧 她想逃走 却被阿胜当成凶手抓住 阿胜也总算说出了自己真实的身份 看着照片里的自己 小美直呼冤枉 这时人偶是来到了两人面前 阿胜也说了实话 两天前 警方在附近找到了一具尸体 死者正是艺术馆的工人之一 所以阿胜才会来这寻找凶手 现如今 她几乎可以肯定小美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毕竟是影视已经拍下了证据 然而人偶师却笑了 照片里的小美赫然变成了美娜 看来照片被人偶师做了手脚 一切都是人偶师的复仇计划 而她的仇恨要追溯到60年前 那时候 有个人偶师爱上了一个女人 于是她按照女人的模样 制作了一个人偶 并把对女人的爱倾注到人偶身上 人偶也因此用了灵性 可好景不长 女人被发现死在家中 而人偶师成了最有嫌疑的人 四个村民不顾她的身边 把人偶师埋在荒郊野外 唯一相信人偶师的只有她的人偶 人偶就这样守在人偶师的身边 直至有对人偶师夫妻发现了她 其中的妻子还答应帮人偶复仇 于是人偶附身在了妻子身上 至于丈夫 她正是艺术馆真正的馆长 她不同意人偶的复仇计划 于是被关了起来 由妻子的弟弟 代替了她馆长的职位 馆长找来的四人 正是当年四个村民的后代 至于自己找来的阿胜 也在假馆长的计划之内 因为阿胜正是当初杀死女人 并此以喊捉贼的真正凶手 眼看复仇计划已经到了最后一步 然而却并没有打算自己动手 而是转身走了 趁这时间 阿胜去房间找手铐的钥匙 留下一把枪给小美防身 直阿胜前脚刚走 美娜就过来了 美娜的话并没有让小美安心 她还是开了枪 可是子弹对美娜无效 美娜也不多说 转身就准备去解决阿胜 之前死去的那几个人 也全都是美娜动的手 很快 阿胜被套上钢绳悬挂在大厅 小美意识到不妙 利用手边的肥皂摆脱了手铐 并找到美娜的人偶本体 想要彻底杀了美娜 不过美娜感应到危险 及时回来救下自己的本体 不过因为小美无情的举动 美娜被伤透了心 发生了黑化 与此同时 地窖里的假馆长 正在劝真馆长帮助人偶复仇 但真馆长根本不听 只是找机会摆脱了铁链束缚 另一边 美娜换了个黑化妆容 来找小美算账 可就在下毒手的时候 美娜看到了小美手臂上的伤疤 这是当年小美为了保护美娜 而留下的伤疤 正因为小美的这个举动 美娜才用了灵性 这份记忆唤醒了美娜的善良 她又恢复了正常 不料人偶见美娜没有伤了小美 便亲手毁掉了美娜的本体 美娜连忙转头 想看小美最后一眼 却只看到了满脸的惊恐 美娜死了 人偶终于决定亲自动手 结果刀刚举起来 就被一枪打倒 是馆长赶到 阻止了人偶的行为 假馆长追上来时 看见自己姐姐已经倒在血泊中 立刻和馆长扭打在一起 好在馆长技高一筹 最终反杀了假馆长 之后小美和馆长 烧掉了所有人偶 为这次人偶的复仇 彻底画下了句号 影片就此结束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是冠小妹 我们下期再见